老人吃得多,表明什么? 医生告诫,上了年纪的人,身体或更健康。 李大爷今年78岁,身体硬朗,每天三顿饭吃得比年轻人还多。 邻居们都羡慕他的好胃口,说这是长寿的秘诀。 可最近,李大爷的儿子小李却愁眉不展。 原来,父亲的体检报告显示,血糖、血脂都偏高。 医生说要注意饮食,这个让小李犯了难,难道父亲引以为傲的好胃口,反而成了健康的隐患。 老年人到底该怎么吃,才最有益健康呢? 带着这个疑问,小李开始了一段意想不到的探索之旅。 他走访了社区医院的王医生,咨询了营养学专家张教授,甚至找到了父亲的老朋友们,希望能找到答案。 然而,每个人的说法似乎都不尽相同,这让小李更加困惑了。 王医生说,老年人心沉代谢变慢,不应该吃太多,否则容易引起肥胖和各种慢性病。 张教授则认为,老年人更需要营养,应该保证足够的饮食量。 而父亲的老朋友赵大爷笑呵呵地说,我和你爸一样,就是吃得多,才活到现在的。 小李决定深入调查,他查阅了大量医学文献,发现这个问题确实没有一个标准答案。 有研究表明,老年人的却需要减少热量摄入,以避免肥胖和相关疾病。 例如,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,适度的热量限制可以改善老年人的代谢健康。 但另一方面,也有研究强调老年人更容易出现营养不良的问题。 老年医学杂志上的一篇综述文章指出,约30%到50%的老年人存在不同程度的营养不良,这可能导致肌肉减少、免疫功能下降等问题。 小李意识到,这个问题比他想象的要复杂得多。 他决定把自己的发现告诉父亲,并一起制定一个适合的饮食计划。 当晚,小李和父亲坐下来长谈,他把自己的调查结果告诉了父亲,李大爷听后若有所思。 爸,我知道您一直以自己的好胃口为荣。 小李说,但是我们也要注意饮食的质量,不能只顾着吃得多。 李大爷点点头,你说得对,儿子,我年轻时干活辛苦,养成了大口吃肉的习惯。 现在虽然退休了,但还保持着这个习惯,确实该改改了。 小李松了一口气,他担心父亲会固执己见。 看来,李大爷虽然年纪大了,但还是很开明的。 接下来,父子俩一起制定了一个新的饮食计划。 他们参考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-3。 这份权威指南为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提供了详细的饮食建议。 根据指南,65岁以上老年人每天的能量需求约为1600到2200大卡, 具体取决于身体活动水平。 李大爷虽然退休了,但每天还坚持晨练和散步, 属于中等身体活动水平,因此他们将每日目标定为2000大卡左右。 在饮食结构上,他们着重增加了蔬菜、水果和全穀物的摄入量。 李大爷以前不太爱吃蔬菜,现在每天保证摄入300到500克的新鲜蔬菜。 水果也从原来的偶尔吃一个,变成了每天必不可少的甜点。 蛋白质的摄入也是他们关注的重点。 虽然李大爷喜欢吃肉,但他们决定适当减少红肉的摄入,增加鱼类、豆类和坚果的比例。 这不仅能提供优质蛋白,还能补充必要的不饱和脂肪酸和膳食纤维。 为了控制血糖,他们还特别注意了主食的选择。 用全麦面包替代了白面馒头,糙米代替了部分精白米。 这些复杂碳水化合物不仅能缓慢释放能量, 还能提供更多的维生素和矿物质。 在实施新的饮食计划的过程中,小李发现父亲最大的挑战是控制食量。 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不是一朝一夕就能改变的。 为此,他们采取了一些小技巧。 一,使用小一号的餐具,视觉上会让食物显得更多,有助于控制食量。 二,细嚼慢咽,享受每一口食物的味道,这样不仅能增加饱腹感,还能促进消化。 三,在正餐前吃些低热量的蔬菜沙拉,既能补充营养,又能减少主食的摄入量。 四,戒掉了以前喜欢的宵夜习惯,晚上饿了就喝点温水或者无糖茶。 除了饮食,他们也没有忽视运动的重要性。 李大爷原本就有晨练的习惯,现在又加入了一些力量训练。 研究表明,适度的力量训练对老年人非常重要,可以预防肌肉流失,增强骨密度。 就这样,父子俩坚持了三个月。 再次体检时,李大爷的各项指标都有了明显改善。 血糖、血脂都降到了正常范围,体重也轻了五公斤。 最让小李惊喜的是,父亲的精神状态比以前更好了,走路也更有进而了。 儿子,我现在才明白,吃得多不等于吃得好啊。 李大爷感慨道,以前总觉得能吃是福,现在才知道,饰量才是真的福。 小李欣慰地笑了,爸,您能有这个认识真是太好了。 其实,我们这次的经历也让我学到了很多。 确实,通过这次经历,小李对老年人的饮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 他总结出以下几点建议,希望能帮助到其他面临类似问题的家庭。 一,个体化原则,每个老年人的身体状况,活动水平都不同。 饮食计划应该根据个人情况制定,不能一概而论。 二,均衡营养,保证蛋白质,碳水化合物,脂肪。 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均衡摄入,不偏食,不挑食。 三,适量原则,控制总热量摄入,但要保证足够的营养,避免营养不良。 四,规律进餐,保持每天三餐,可以适当增加些家餐,但要控制每次的食量。 五,注意食物质量,选择新鲜,富含营养的食物,减少加工食品的摄入。 六,注意饮水,老年人常因口渴感减弱而忽视饮水,应该有意识地多喝水。 七,细脚慢咽,不仅有助于消化吸收,还能增加饱腹感,避免过量进食。 八,适度运动,配合合理的饮食,保持适度的体育锻炼,有助于维持健康的体重和身体机能。 九,定期体检,通过定期体检,及时了解身体状况,调整饮食计划。 十,保持愉悦心情,良好的心态对饮食和健康都有积极影响,要学会享受美食,但不要过分依赖食物,获得满足感。 这次经历不仅改善了李大爷的健康状况,也拉近了父子俩的距离。 他们开始一起研究健康食谱,周末还会一起下厨。 李大爷还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了老年活动中心的朋友们,引发了大家对健康饮食的关注和讨论。 小李常常想起这段经历,感慨万千。 他意识到,关爱老人的健康,不仅需要专业知识,更需要耐心和沟通。 每个老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价值观,改变不能一蹴而就。 需要循序渐进,用理解和爱心去引导。 最后,小李想起了一句古语,饮食有节,起居有长。 这不正是他们努力追求的生活方式吗? 他相信,只要保持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,父亲一定能享受更长久,更幸福的晚年生活。